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什么都不是 不是吗 我是这么跟你觉得吗 不是吗 你再想想 一只鸟要飞到你们家了 这是个不太话的好材料 612中节 昨夜更有戏 大小明星会聚一堂同台PK 看看是大人们组织多谋 还是小朋友们人小鬼大 更多精彩 就在这个快乐到不能再快乐的今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做电影机前观众我们今天天津卫视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台上有多了很多人 他们是春笛 阿拉雷 猫王 白雪公主 蜘蛛侠以及νο很多很多人 今天我们还是很热的 喝饱都都走了 过节气了 我还给他们带礼物来了呢 分给大伙 那给现场的朋友们 好吗 有热吗 有热吗 在这儿了 好 牛神掌 给我一个 我也有孩子 哎呀 云鹏 今天看你特别的高兴啊 开心哪 你今天都有名字了 小月月是吧 大刚刚 多愣的你看我啊 今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日子 是 告诉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 六一国聚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啊 这个举国欢庆 孩子们的节日 一想到这儿打心 就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开心啊 是是是 云鹏今天高兴吗 太开心了 跟六一无限关系嘛 当然有关系啦 什么关系 我先把这个送给他们 好 有人要是吧 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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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来了 现场的观众也特别高兴啊 有孩子 有大呀 孩子们乐得更开心一点 但是你跟着这么高兴 我有点不理解了 因为六一儿童节 小时候跟我没有关系 真的呀 我们村里头不知道 什么叫六一儿童节 你第一次知道六一 是什么时候 十九 天哪也是 有多年前的故事啊 对对对 所以我想一想 你的童年都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童年很悲惨 说来听听 没有电视 没有收音机 以至现在 很多儿歌都不会 很多动画片都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对呀 你说起来 我这心里我都高兴 他们都唱葫芦娃呀 什么阿拉利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哎呦 你瞧瞧孩子啊 从小呢 在农村长大的 很多孩子都没过过一个 特别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嗯 今天这样吧 利用我们今夜有戏的舞台 给你补一个儿童节好吗 好 好 好 我们一起来过一个 最happy的儿童节 你看后边的孩子们 也特别的高兴 相信这期节目 一定特别特别的好玩 嗯 是不是 是 你看他们有白雪公主 有黑雪公主 哪儿黑雪公主 这车黑的叫什么 Michael Michael啊 嗯 还有蜘蛛侠 嗯 后边我都不认识 都是谁 这都是 猫王 哎 猫王 阿拉雷 哎 猫房 春莉 猫房 猫王 猫王 那个红头是谁啊 呃 红头 这是跟天津电视台 少儿频道合作的 两位这个玩偶 哦 呃 这个也是 对对对 哦 这好玩 挺可爱的这个 这 这叫粉红色的回忆 我还以为是个窝头呢 这是啊 让所有的卡通人物 带我们大家一起来 乐吧 太好了哈 哎呦 今天这是 让我觉得青春焕发啊 嗯 很多人呢 都要和小朋友们 一起来过六一 嗯 我发动了好多 影视圈里的明星嘉宾呢 他们一块来 跟他们一块玩 好不好 太开心了 我们来看看都哪些嘉宾到现场了 看看照片吧 哇 这两位是谁 看得出来吗 今天的嘉宾是这个大人 还是这个小孩呢 这 是这两个人的邻居 哈哈哈哈 哦 这张没有猜出来 我们再换一张 哎 哦 哦 哦 这个人待会儿 我们好好认识一下 对对对 还有没有啊 哦 哦 马德华老师 一画 一画都长这么大了啊 这是我们著名演员 朱伯介先生 这个演员你知道吗 我知道 谁呀 他演过鲁志深 哦 我们影视圈知名的表演艺首家 藏经生老师啊 藏老师 又这么说 藏老师今天来到现场了啊 那可是好事 你喜欢他吗 我太喜欢了 太好了 快有请吧 快来报 一起过节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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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你们 是好 是好 很好看 你叫什么呀姑娘 我叫大宝 你叫大宝 你呢 我叫小金宝 这大宝 这还用问嘛 我徒弟这事啊 小金宝 欢迎葬伯伯 葬伯伯 葬伯好 你挺好的 你瞧了吗 大刚刚 哎呦喂 他们多愣最近的 越来越愣 你挺好的 挺好的 忙什么呢最近啊 最近忙这不过六一吗 忙过六一了 对 这是正事儿 我看您的眼镜 我刚才差点没乐出来 去年我们在天津卫视 搞一档节目 叫笑我江湖 在节目里边 葬老师戴着眼镜 扮演了一位麻辣教师 哎呦 这乐腮虎眼镜之后 扮演一个娘娘腔的人物 我现在想我都想吐 小月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 你看咱们请葬老师 说两句麻辣老师的话吧 好吗 哦 我都忘了那个 就是给小月上两节课 说她两句 她今天装扮的不伦不类 哦 对 说我 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这种怎么能过六一呢 怎么能跟孩子那么鲜 或者在一起呢 简直是 小月也不是说老师提提你 你太不称职了 要给孩子们做个好的榜样吗 嗯嗯嗯 小的吗 小的了 好 拿一盆来我要吐了这是 哈哈哈哈 关键是您这胡子跟这语调不搭配 不过挺高兴啊 今天咱们一块玩 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啊 好 这是我们的大宝 这是我们的小金宝啊 对 我想问个孩子们 都有个宝 都有个宝的是吧 对 真好 你也认识我 你也认识藏金生老师 我问一小问题 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比较帅一些 我就是不知道啊 按什么不知道啊 好与坏还看不出来吗 你说说 谁好看 不为难 说我也行 都好看 那谁不好看呢 说我也行 都好看 哎呦 谁都好看 小姑娘纠结了啊 金宝 说说 是师父好看 还是藏大爷好看 师父好看 哈哈哈 哎呦 这孩子从小就这么坦诚 是吧 啊 孩子是花子那心的这么说 嗯 我给你大爷谁好看 您好看 哈哈哈 你们老这么骗我有意思 哈哈哈 因为大爷不给钱花 哈哈 那我问金宝 你觉得师父哪儿好看啊 师父哪儿都好看 真的呀 你要老这样夸我 我一定会骄傲的 姑娘几岁了 我六岁半了 你都六岁半了 长大之后愿望是什么呀 当医生 要做个医生啊 可是你之前跟别人说的 可不是这个愿望 那是哪个愿望 有人问我 大宝长大了干嘛 孩子说了 我要当观音菩萨 你说过这话没有 我是说过 但是后来我一想 治病救人比观音菩萨更好呢 我就想 就先不当观音菩萨 对 又是当观音菩萨 你得这么想 你治病治的多了 救的人多了 你就是观音菩萨了 对 对不对 先治病 然后当观音菩萨了 可是治病之前 先得当孙悟空 这就是 找一扇先压上 行吗 真可爱是吧 对 你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北京人 你上学了吗 还没呢 还没上学呢 金宝哥哥都上学了 对 几年级了 五年级了 学习怎么样 很好 在班里边 同学们都喜欢你吗 喜欢 给你起了什么小外号 笑容没事 少女杀手 但是呢 这几天有一好消息 我呢 被评为 天津市 十家少年 哎呦 可了不起了 真好 天津一步就选十个 就有你 真好 真好 师傅要去 还能选上吗 能 也能选上 可见这个比赛 没有什么含金链 我去都能选上 是吧 我也被评为 我们村里 千家青年 我那个天爷 全村才五百来后 对 张金宝手里拿一块板 是干嘛用啊 一会儿来表演 哦 你要穿块板啊 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啊 既然来到了这个 金业游戏 就夸夸这个金业游戏 你要来夸夸金业游戏啊 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来吧 咱们开始吧 好 来 好 好 是 竹板这么一打呀 是逆了挺分明 来到了天津电视台 我心情难形容 这锦业游戏 这烂不可不骨头 请来的家 便是不是大腕 就是明星 我年龄不算大 还是少年儿童 向各位老师来学习 我万分荣幸 给你了打块板 给你了说相声 把民族艺术来红 养是我的广荣 请爷爷奶奶叔叔啊 一个个节节 做做执教 我再上信水平 好 好 谢谢金业游戏 来请我们的三位嘉宾 这边入座 好 好 好 来 云鹏 非常开心 我一想一想孩 我就 把心里高兴 我恨不得给你俩抱家走 抱家走呗 刘兄你和藏先生在这里玩耍 那有什么意思 因为接下来咱们玩不能走 因为还有一个女嘉宾 看你那个要死的样 我们来看看哪位女嘉宾 我们有她的照片 来 这是她小的时候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照片 十几岁了 十几岁了 你认识这个人是谁吧 我张力口呆尽呢 用河南话在夸奖她 这是我们老乡 这是我们老乡啊 用河南话夸她好 怎么说 对劲呢 对劲呢 何了不得了 一出来大伙就知道是谁了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她们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她们 欢迎海峡姐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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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老虾 大家都熟悉 海峡大姐 这个也来了 这是我们跳舞的小宝 来抱一下 真好 很乖 可乖可乖了 那个小胖子叫什么名字 我叫余富 但我已经五岁半了 现在是六岁 你这头发好奇怪 谁给你剪的头发 去理发店剪的 人家有人夸你好看吗 有人 她的名字叫余富谦 把这个富字去了就叫余谦 可是你长得不像余谦 像郭德康 有人说过吗 没有 人家叫我叫郭德康 原来这样 今天海峡姐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宝宝 到现场来了 之前来过几夜游戏 也去过德云社 聊得特别的开心 有一句话打动了我 大姐说 其实你不知道 我是一个小女人 相信好多观众都记得这句话 做饭 织猫衣 可以说家里的十八万名人 全都拿着起来 现场有人还记得当初 我们请大姐跟我们说几句 小女人温柔的话 哎呦 妈呀 那就难为我了 那可不是 这个 最近跟家里做活了没有 做了 又做活了 对呀 做直线活了 你瞧瞧 我这儿是大女人 老女人还能怎么幼稚啊 没有 后来我一想 我说的那好吧 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拿出来展示一下吧 记得上一次的时候呢 是织猫衣 这次我说展示一下我的真相活 真了不起 我们向小女人致敬 谢谢 今天自己来的姐夫没跟着吗 没有 这个她忙什么呢现在啊 各自空间吧 也挺好的啊 工作说工作 家庭说家庭的 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和小朋友一起来快乐 是 来问一下两个小宝宝 这个这边站的是我 身后站的是海霞阿姨 如果用一个动物来做比喻的话 你想象我像什么动物 海霞阿姨像什么动物 你说 海霞阿姨比较像长颈鹿 像长颈鹿 啊 孩子的想象力很丰富 是 个子高 个子高 那我呢 有点像小狗 像小狗 什么话 你说啊 于步erez 你说 海霞阿姨像什么 长颈鹿 这刚才记住了这是啊 不许再说我像小狗了 换一个我像什么 你像 猪 猪 你偷着照镜子了 对吧 要不是小孩很单纯 敢说话 你们看看小岳哥哥像什么动物 对 什么动物 老虎 老虎 岳哥来说不能说老虎 你瞧孩子你不会说 既不能说猪又不能说狗 这就是一猪狗不如 问一下今天来到现场 有没有新的节目表演给我们呢 要 准备的什么呀 我的舞蹈 舞蹈啊 小千千准备的什么呀 我准备的肚皮舞 肚皮舞 太好了 两个能歌善舞的小朋友碰到一起了 来 掌声在哪里 我准备的肚皮舞 你做点休息一下吧 好来 跳你经典的 你准备 开车 开车 好 谢谢 谢谢小宝 也谢谢Michael 小宝 问一下 你跳得好还是他跳得好 两个人都跳得好 去吧 坐在那等着一会儿玩 这个小孩挺可爱 看看人家 我觉得咱们很惭愧了 什么都不会 所以咱们再请嘉宾 一定长得特别丑 特别寒碜的 好吧 我们看看有没有照片 看看丑不丑 真寒碜 找到信心了 三岁也长得跟47似的 还有没有照片呢 越来越寒碜了 没有这么难看的了 来掌声有请 看看到底谁长得这么熟 杨老师 你好 赤刚 你好 你好 赤刚兄 非常高兴 看你了 你出来之前 我一直在夸你 来了一位 长得特别漂亮的嘉宾 我听见了 骗谁呢 我这个神 我这个神 赤刚兄是著名影视演员 演了好多戏 这是你闺女 灿灿 灿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欧阳灿 你叫欧阳灿 你认识欧阳风吗 不认识 你几岁了 六岁 你都六岁了孩子 瞧一小孩就可爱 今天来了 准备小节目了没有 有没有 有啊 好极了 待会有表演给我们看 不许害怕 问你个小问题 我们两个人谁漂亮 你怎么看啊 只看我 就是我好看呗 是吗 是 哦 小孩嘴里吐真言 还点灯了 说句英语啊 耶 很了不起 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啊 舞蹈 舞蹈啊 那太棒了 我可爱看舞蹈了 来跟我们跳一个好吗 来我们开始 好 小孩兄请坐 好 谢谢 跳得真好啊 姑娘啊 累了吧 放上歇会儿啊 嗯 真好 小孩小孩打心里高兴 嗯 可是我们上来之后 这个杨志刚只冲我们撇嘴 为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嗯 他的意思 他比咱们长得好看 没那个 其实就是你牵扯的我们 我自个儿还挺好的 我知道今天还来了 一个挺好看的嘉宾 是不是 那是 我们瞧个照片 好 哎 你瞧 这红十字会的 对 红十字会的孩子啊 这一张就看出出具规模来了 双眼片 看着意思瞧得出来 这是个女孩 我们请出来参观一下 欢迎金玉婷 太沉了这孩子 是吗 你背我 好 来快来快下来 快下来 狗伯 得了 你放这个 就数她最高 你背她 对 真的太沉了 这个儿最大 背那个也行啊 你看那牙都掉了 轻点 他们俩牙长得特搞笑 来 真的 你来特写 看一下她的牙 被虫子吃了 我的天 看她的牙 少了一会儿 这俩孩子哪儿挑来的 这都是啊 我看看 杨泽 对 这叫神六 来冲看 大伙叫神六这个啊 调过来就是六神 这了不起这个 原来老夸我 这是神不神六的啊 你这叫神六吗 对呀 哦 还打着礼物 你看了吗 你姓什么呀 我姓陈 陈前劉 就是你外号吗 对 是你本来的名字吗 对呀 这个老师啊 这个 这个那个 你这是本名吧 我的本名 我的单名就叫杨泽 哦 本名叫杨泽呀 对 构谁去 今 Böyleğimiz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是是是 大家也熟悉著名演员 春晚上去了 一万多回了啊 是是是 从1964年就上春晚 那里头还没有春晚了 是是是 这边没比呢 哎对 没名有面 这个今天又来了 来了还带俩孩子来 这俩都是你的吗 都不是特遗憾 都不是你的 要是我的就好了 你的呢 我的不告诉你 还藏着呢 对对对 这个最近忙什么呢 玉婷 最近在一直在拍戏 然后最近好不容易 有段时间休息一下 那倒是 劳逸结合也别太累了 不能像你一直 每天电视屏幕上 打开电视都是你 弄得我都不看电视了 你买个电视去以后 怎么一打开 都是我老舅啊 我承包了 我就纳了闷 你们老公叫老舅呢 从哪里呢 咱俩就是 我妈在下边呢 真的呀 是吧 大姐你在哪 还是老舅 还是老舅 对还是老舅 好吧好吧好吧 这个问你小问题 问你呢 刚认识什么呢 你认识她吗 刚认识的 认识 刚认识的 她好看不长呢 像大美女一样 像大美女一样 美女分369等 这是最大的那款吗 对 还对呢 你们两个来准备什么小节目了没有 有才艺没有 有吗 有 太好了 谁先来呢 蔡丁可吧 好吧 来开始 预备 蔡丁可 蔡丁可 小月 你俩谁赢了 我赢了 杨哲赢了 杨哲赢了 杨哲先来 舞台交给你 来掌声 你平坐吧 我给大家背一首诗叫感恩的心 再见了 再见了 老师 我的好老师 我就要毕业离远了 老师 老师 我的好老师 让我轻轻叫一声 让我轻轻叫一声 老师 妈妈 好孩子 大刘鱼姐 你说的我眼泪都下了 来 神六 神六 我们表演一个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一段 英文歌曲叫 Hew the War Yes Hew the War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y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n't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You and for me 我差一点都听懂了 真好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歌 你猜 我哪猜得着 这孩子真乖 去上那边去 以后别找这个会英文的孩子 因为我的专业学的是西班牙语 行了 人都齐了 今天我觉得明星队好像稍微的可怜了一点 弱了一些 因为我刚才看了 来的比孩子才艺非常的棒 相信今天一定会玩得特别的高兴 另一位 来 请到台上来 真可爱 来 都穿好了 来 姑娘 来 来 来 真好 现在低头一看我特别高兴 都是孩子 抬头一看我很有压力 这个别着急 我妈妈还长了以后 是吧 这两边都是身高马大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未必身高 脑子就快 今天这些孩子们 我估计他们能完胜列位大人 他脏百费信不信 怎么可能 我们都是小时候过来过来 咱们这个小时候跟他们不一样 那倒是 现在孩子们多聪明 对 海峡姐觉得呢 但是我觉得大人应该占优势吧 走过的桥都比他们走的路多 你看了吧 这还没开始呢 这就枪上火了 那么咱们现场做一个题 考一考大伙好不好 好啊 看看孩子们聪明 还是列为大人聪明 来 谢谢 我们这有一个万宝全书 好 圆鹏你认识吗 我认识 好极了 找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好 金玉婷不许偷看 字上面字都不认识 西班牙语 都不认字 当明星的开始 好 听我的 小孩子们高兴 西班牙语 答案是 那什么 当蜗牛喜欢另外 另外一只蜗牛时的表现是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 还没有说答案 别道急 小月说了 A 慢慢接近对方 上下晃动触角 B 向对方快速爬行 用触角扔小石子 C 闻对方的气味 并绕对方转圈 我知道 D 原地不动 散发特殊气味 吸引对方 H 没有 没跟你说的干嘛 别着急 大人们还没说呢 继续挑 C B 别着急 你说C C 你说C 大 趣味 靠文味 专圈 散发气味 基本都认为散发气味 明星队 现在听我说的答案 我还没有我的 等 吓着孩子们 明星队说的是CD 看来他们喜欢音乐 而这个小朋友们喜欢什么呢 B B 答对了 B B是什么 你的念 B是什么 向对方快速爬行 用触角扔小石子 他说对了 我说的是B 我的天 得亏没问我 但是我们基本上掌握规意了 就是我们认为根本不可能的答案 就是标准答案 对 接下来咱们这样啊 孩子们比咱们都聪明 你们服吗 不服 要不然就分成两个队 咱们比一下 看看到底谁高谁低 没问题 好 好 接住 咱起个名 一边是大明星队 一边是这些个小宝贝队 藏老师 您带着明星队 没问题 孩子们太小 我给他们出一主意 我当队长 我来保护孩子 师傅 那不对啊 怎么了 您当队长 他当队长 谁来主持啊 这还真是 还短于主持的人 对啊 这活谁能干 我来吧 哎呦 你变着篡位不是一天两天 三年了 给你一个机会吧 好吧 好吧 好记得千万都别走 BC马上就开始了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此时此刻我心情特别的高兴 我在这个舞台奋斗了 已经三年了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因为呀 今天的主持人是我 哎呀 主持人原来这么爽 好 我是有正事的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是一个非常嗨嗨嗨嗨的日子 今天呢 我们组成了两个队 一个是明星队 一个是宝贝队 有请我们的明星队 还有宝贝队 真好啊 孩子都出来了啊 好 此时此刻我 我应该干点什么 一会儿回家睡觉去了 不行 我主持人 主持人不是说什么呀 说说比赛规则 说说比赛规则 比赛规则 我应该站在哪儿 站在两边 站好了 不能罗里罐啊 是不是 对呀 这儿吗 不是你 是我们 你看 赶紧真好 我站你这边 我们一两队 一边一个队 对呀 这边 你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跟着面子 初次主持 也是最后一次了 那不行 我放弃 我来宣布 本环节的PK大会 我们的名字叫做 嗨嗨啤啤 斗法大会 嗨嗨啤啤 斗法大会 我们才是最强的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这是个骗的 站一边 等一下 我们唱的是两只老虎 两只猫驴 两只猫驴 跑得快 跑得快 猫驴也算了 两只蝴蝶 两只蝴蝶 没得到 没得到 这也算了 在乌兔房 正宗之鸭 四大六夜里的 蹭蹭 好 我们先做一个试验 唱一个什么题目的歌呢 爱 欢迎唱爱的歌曲 咱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宝贝队还有明秀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 开始 谁先唱 举手 我 好吧 那这话呢 最近的这个 你先唱 唱 如果你妈妈总是对我说 爸爸妈妈最爱我 可是我绝不明白 爱是什么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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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北京天门 天门上太阳声 好 胖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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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爱的你 就像万福爱的你 好 我爱 明星队 这是心的呼唤 这是爱的风险 不行不行 踩四季 这是人间的春风 这是生命的安全 宝贝队 来 我爱我的 四 三 二 一 二 我们赢了吧 得 你们一抢人家赢了 咱们得一个一个往前来 人家赢了 人家都赢了 人家抢得太快了 不能抢 就是因为你们刚才不守规则 又算输了 知道吗 刚才只是做试验 接下来的时间是真正PK的时间 唱出一些 还有动物的歌 小朋友们先来 预备开始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两句了 春天就在小朋友 小朋友是动物吗 三句了 这里有红花呀 这里有绿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鲤 小黄鲤 我进来 太好了 我先唱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乌云的旷野中 淒麟的北风吹过 慢慢地往上掠过 好 小朋友队 该咱们了 谁会 我 我 来来 挨着唱 就是你 快来 来 咱们大家一起 我有一头小毛驴 我成来也不提 有一天 我心血来吵起 这起感情 好 叫王驴 来 大毛驴唱 那个 曾 曾老师唱 曾老师唱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好的快 好的快 好 过关 好 过关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这是个骗的 等一下 我们唱的是两只老鼠 好 两只老鼠 两只老鼠也上过 过来 我们唱的 不要丢脸呢 两个套子都不行了 右手一只鸭 身后还背着一个泡 娃娃呀 你呀 一人为 好 该我们了 来 妈呀 嘿 妈呀 哭 妈呀 哭 妈呀 嘿 看得好 哪有动物 哪有动物 蚂蚁 蚂蚁呀 蚂蚁呀 嘿呀 这也算的 不如有人一动 方又一条龙 她的名字就像中国 好了过了过了 过了 好 金毛 两只猫驴 两只猫驴 跑特快 跑特快 一直没有眼睛 一直没有尾巴 真奇怪 好 猫驴也算了 两只蝴蝶 两只蝴蝶 肥帮他肥帮他肥帮也算了 他们早就违规了 好耍赖了 你怎么主持呢 你还会 有没有规则 你还会 有没有规则 你师父怎么教你的 上一任主持 你主持一下公道 他现在县官不是县官 好吧 这样 让你们不许唱两支了 刚才唱的歌都不许再唱了 你们再唱一遍 唱的新的 唱一个新歌 两支 还会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却飞也飞不敢 我许许咪咪 我许许咪咪 一个稳谈的海拔 小猫咪 眼睛睁起起 晚上 十点 中午变异 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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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唱了三首歌了 现在 对面你想起来了吗 刚才已经少唱了 好几个 我们再补证 来 来 黑毛离 黑毛离 小燕子 穿花椅 年年春天在这里 来这里 错了吧 好了 我像飞鱼温柔的追 像一只蝴蝶你也没推 不是 什么 错了 词不对 5 4 3 2 1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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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算输了 小朋友队赢了 宝贝队在第一轮比拼中 依靠人海战术加上无敌的撒娇战术 取得领先 当然明星队怎可能就此认输 更逗乐的第二回合马上开始 刚才是我们小朋友队赢了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大比拼 取义大比拼 我得问问孩子们 他们未必知道什么叫取义 张奇宝知道吗 知道 知道是吧 有信心没有 有 有你一个人就管他们四个人了 云鹏 你给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取义 取义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没问你们 我问他们取义 取义就是相声啊小品啊这都给取义 知道了 还有这个唱歌唱 戏可以吗 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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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都给取义啊 咱们现在就开始 每一个都出一个人 你先请小朋友队 别着急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 你先来 有大个讲话 厉害篇 谁说女子 向性贤 男子自封止 在家园 我都唱成山东旅剧了 哎 那这个河南快玩 好 别着急 别着急 给我们了 给我们了 感谢阿姨 小朋友 来来来来 我们让胖子来一个 胖子 小胖子下来 一个个来 胖子下来 唱 我妈也进城安排 想想谁都 这一山的那车子 要是要做个人 找夫妇 谁都没有活到活那 找着床 将床之业 四大六夜里的汤 上 好 有请猩猩队 那个 树上的鸟儿 乘双腿 路水寻山 待宵夜 好 下来我们了 神六来一个 神六 我给大家演一段小品 来不及 来不及 得唱一句 快来 我给大家演一个黄梅西 这个好 来 从小 爸妈就对我讲 黄梅西 可不是很好唱 也不好听 模仿着 大人生的模样 好 好 明星对 阿姨为了那个 你那个黄梅西 阿姨唱一段 特别不正宗的评句 你客气了 阿姨正经学过评计 对 评计远远 春季里风吹 万物生 花红叶 绿草青青 好 小朋友对 阿姨确实听过评句 大吉堡 我们是主力大将 快来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天有日月 何星辰 何星辰 日月 穿梭 催人 老 带走 世上 多少的人 好 大师话 杨志刚 快点 明星队 �오 日六 古阴 清功就 方遇手 誓不休 来日方丈 辛苦 好了 乾 乾 汉 野 野 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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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是 是小朋友队唱的有请明星队再唱一首 说三里了红铜线 江山来在大街前尾层 开眼我心好藏过往的君子 听我言 好 小朋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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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队 鸟雪呢 海山丁沙 你轻松 唱啊 唱完了 好 算他们队了 干你们了 又干我们了 我们还有吗 没有了吧 来 我向你们 一线公尺刀领尖 先备我的本宫夕心前 战利公安门 小小牌 明星队 我们 5 3 2 1 小朋友队又赢了 现在是2比0 对不对 好 老郭出马 那一个可不是顶俩的事 纷纷败下阵来 也是情理之中 宝贝队在老郭的带领下 顺利取得了第二回合比赛的胜利 比分改写为2比0 接下来第三回合的比拼 明星队 你们可不能再输咯 要不 这明星的脸面可往哪放啊 刚才比了两个回合 刚才比了两个回合 现在是比分是2比0 接下来呢是智力大赛 哎呀 新病了啊 智力大斗争 智力大斗争啊 这个比赛啊 有请听第一题 西游记中沙僧仅有的12句台词是什么 你本人就能说 哎 你这得问 这得问我们 我们这个本家在这呢 一人说一句啊 一人说一句啊 现在开始 你先说 我先说 大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你 师父 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不是 师父 大师兄 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好 接着说 看你了 师父 大师兄说的对 对 可以了 我来帮大宝改一下词 二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这也对了 赶紧了 金毛 阿弥陀 完了 大师兄 二师兄 师父被抓走了 太吸引到人了 胖子 我 大师兄 二师兄 二师兄 可得罪 好 你还知道 好 是什么 大师兄 二师兄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这也有 这也有 第一题 宝贝队答对了 现在是第一题 扩展题 还有一个扩展题 西游记中 沙僧的台词为什么这么少 沙僧有奄言 B 沙僧演了多个角色 C 沙僧的演员是个结巴 D 他的台词都被大师兄 二师兄抢走了 请抢答 B 什么什么 B 回来都站好了 B 我看正确答案是 B B B 哎呀 你们太闹腾了 孩子还是少 对 你听我说答案啊 因为沙僧共演了九个角色 对 看看大屏幕 他分别演的角色是 牛魔王 老者 年轻版的卷帘大将 七海龙王 太上老君 御马剑 剑臣 千里眼 观音院的和尚被收服的沙僧 这是我们的颜怀李老师 三回合作吧 宝贝队3比0遥遥领先 明星队显然意识大事一举 接下来的第四轮 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 很有技术含量的题目 在胜负一定的情况下 让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 一饱眼福 有请祈求达人李盛唐 训练 有没有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枕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又像那万字前后一片海 火烂烂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天天最美的人才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悬的明珠风 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原才 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永远都唱得最悬的明珠风 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类 当上天外温消灯台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画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 谢谢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 刚才您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 谢谢 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气球表演的 做气球表演的我大约做了是三年的时间 才三年时间 对 都已经炉火成青了 好说好说 你去台湾的普通话采访他一下 我不太会耶 那我来 好 你先这样子 就是说你这样子 为什么会想那么多东西好玩呢 为什么想到单单玩气球呢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这么多东西好玩 气球是最特别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小朋友都喜欢 哦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东西都是你亲手做出来的吗 对哦没对哦 后面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 要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来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们 因为是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嘛 对不对 哦真的好厉害呢 哦好厉害 刚才我看您在这个气球里头您是 你说普通话的是不懂 哎呀 刚才您在这个气球里面是怎么呼吸的呢 哦气球里面呢 这个表演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请小朋友一定不要模仿好不好 因为呢你看你们哥哥出来很累很喘 因为气球里面他虽然有空气 可是他很稀薄 哦 而且呢他又勒住我的脖子 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表演这样子 好 那我们的题目就来了 来来 大家回吧 听啊 第一题 请问这段表演中最危险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哦 好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也知道 好一个一个说 张金宝说 张金宝说 把那个头露出来的时候 那个气球卡在他这的时候很危险 这是最危险 答案一会公布 好 明星队 空气稀薄 空气稀薄 对 怕憋死 对 好 好 他们两个有说对的吗 没有 目前还没有对 没有说对的 好 最危险的动作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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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对 小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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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最危险的就是那个爆炸的那个 爆炸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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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的 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在那气球里边 然后从那个地方喷出那个花筒 那花筒在里边 那个最危险 您的意思是怕崩在里面 对 崩着自己 好 这两队有没有对的答案 还没有 还没有正确答案 好 小朋友 对 你说 我知道了 就是往里面缩的那个 就是往外面处的那个很危险 因为怕容易崩着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怕崩着手 就是我认为最危险的应该就是说 你在里面找不到那个出口 也不对 还不对 还不对 我们就连大带小一帮笨蛋 就最危险的时候 是他要把这个球弄破 出来的时候 弄破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很接近的 明星对的答案也不少 小朋友对答案也不少 他们的哪个答案是更接近 更好 然后您说 那个正确答案 好 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刚刚有小朋友说 头冒出来最危险 因为掐着脖子 那个还好 因为嘴巴鼻子外面 还可以呼吸 最危险的动作呢 就是当我一个头跟一只手 在里面的动作最危险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头在里面 手在里面的时候 一只手 这里个滋味会有动 如果气都跑掉的时候呢 就会像手机被包膜一样 整个被包起来了 这个包起来是最危险的 因为它里面根本不能呼吸 因为整个被缩起来这样子 最危险在这个地方 那么说我们两个队 哪个答案最接近呢 最接近的是刚刚那个明星队 这边比较接近一点 好 现在比分已经出来了 您赢了一分 现在是三比一的比分 谢谢李生堂老师 李生堂老师 而且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 本期节目的奖品 是由李生堂老师提供的 谢谢李老师 谢谢 谢谢李生堂老师 经过刚才几轮的比拼 这个比分已经出来了 依然是三比一的比分 明星队你们要加油了 你们还有很多不如小朋友的地方 对不对呀 是是是 你刚才你说台北话 我都愣了 我没想到 你是东北什么地儿的 听出来了 听了解的 我是主持人 你什么主持人 对 一会儿下一个下一个 你花那钱就买到这会儿 差不多了 是吗 说句良心话 做主持人容易吗 不容易 挺累的吧 你看了吗 数月有穿空得到有早晚 有什么机会是好事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你做了主持人以后 你突然发现 郭老师真的不是以身材取胜 我是靠脸蛋挣钱 好吧 太不容易了 天也不早 人也不少了 刚才李盛堂给大伙 拿了很多的小礼物 各种的气球 但是咱不是说 随便就能拿着 所有的人都得为孩子们 做点什么 咱们一块儿 把这happy进行到底 好不好 好 嗨嗨啤啤啤 好 来进了 进入我们的第二环节 嗨嗨啤啤 宝贝梦想 大作战 浪小宝贝 тов作战 笔医手合脚an 乐开怀 噥啤啤叻 想的什么 alleen 不是 不是吗 我是这么跟你觉得吗 不是吗 你再想想 一只鸟要飞到你们家了 这是个猪虾话的好材料 给他 给他 敲门 前进 咳咳 乖 我都替你美了 小 saben 可以吗 就这样 来 敲门 您这是怎么了 高兴坏了 完了 翻门吧 刚才跟您比喻完了 敲门跟小朋友们也说一声 别着急 好 开门 您把您知道的给比喻一下 看我 咕咕咕 咕咕咕 来吧 我问问小朋友们 张金宝 刚才他比喻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 是 噓 别说话 一只鸟 咕咕咕咕咕咕 这分明是 噓 别说话 有鸡 来 灿灿 什么意思 他可能在说的是 一只鸡飞 一只鸡飞起来了 孩子离家比较单纯一些 小宝知道吗 我 知道 你说 呃 就是 戏就是戏别场 然后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像鸡一样飞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说 别说话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一只鸟要飞到你们家了 这是个说瞎话的好材料 孩子们看完看没看明白 他们和你想的一样吗 我明白了 问题是我也没看他明白 您的理解就局限在这儿了是吧 我们问一下海霞姐 您理解是什么 我理解为是 一个鸟 一个鸟 一个会飞的鸟 然后呢 是在笼子里 出不去 着急 它咕咕叫 哦 你看看 这就不一样了 上崴了 它是一个公鸡 会飞的公鸡 非得让它吓蛋 妈呀 这儿啊 这儿吧 一婷 其实我感觉 你刚才给它模仿的那个 可能是那个玩那个游戏 叫愤怒的小鸟 也叫鸡眼的佳桥 就是你给它比划的是那个 但是它一弄的就弄得像 你后来就变了 下不早了 去睡吧 去吧 袁鹏 你理解的是什么 一只瞎了眼的鸡 飞 被垫着了 垫着的同时 下了一个蛋 我的天 这个故事太复杂了 把地上的东西给我 你想的什么这都是 不是吗 我是这么跟你学的吗 不是吗 你再想想 来 你演一面 还有你 拿着 你演一面标准答案 我刚才分明是告诉你 一只天鹅 飞着飞着 咔 拿雷劈了 掉鸡窝里 鸡蛋 碎了 那谁能猜得着啊 太笨了你们 天鹅 你们家天鹅这样 什么天鹅 我那天鹅 还有一个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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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进 睡了吗 没呢 没呢 还有一个 睡吧 关门 找借夫 没睡呢 没睡 还有一回 睡吧 跳不倒了 关门 关门 挑戒夫 没睡呢 哈哈哈哈哈 这次跟那个提肯定没关系 来来看着 玩 还有一回 睡吧 这成固定的了 瞧门进队 讲着投讯话 这下人不行了 互相指示一下 没事吧 还睡了吧 没了 哎呦这眼泪啊 落了眼泪哗哗的 真的 没了 没了没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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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门 问你们睡了吗 一次 打你 打你 还有一次 那那个麦克风还要一天吃啊 打你 然后又掉下去了 没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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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选一个代表 金宝珠 莫志愚 就是一个人嘛 他嘛就是受人打了 他要爬就跑啊 爬在一山上 啪啪空 就掉下去了 哦 还有别的吗 我我我我 你快 就是打死我 我今天也要去爬山 然后呢 我一不小心 才能离开死了 我刚来了 创作型的选手 行了 可以了 阿霞姐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 我理解为 刚才有个蜘蛛侠 然后爬呀爬呀爬呀 然后 在爬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踩住 那这头一句 睡了吗 什么意思 他跟我说的有吗 礼貌性的 叫一声 上白了 你应该说是吧 什么意思 敲门来 问没睡 我什么 没睡给拉嘴巴 然后还掉一些 真是 以外动的不行 来 志刚兄 这是一只母猴子 爬到一个阁楼 去偷看人家洗澡 突然一看里面是郭德纲 吓一跳 去去去去 创意 丁鹏 把你给我 快 试试电 你说的什么呀 打早了 别说了 让他说 超人在刷墙 刷到最高的那层 鸭肌掉下来了 就完了 那睡了吗 什么意思 我这瞎编的 肯定是 以鹅扎鹅 进去 你就别问我了 那不能直接打呀 那告诉我们 你看我的意思 根本就没有看懂 一点都没看懂 一点都没有看懂 那你传递给别人什么信息呢 我完全不知道 真的 真的完全不知道 说实话 我开始是这样来着对吧 这是一只大象 什么 大象 大象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就是大象啊 你好歹这样啊 大象有个鼻子吗 然后还有一只大象 两只大象一起去爬山 咕噜咕噜 掉下一个去 另一只拿鼻子 把它拉上来了 快乐 快乐 聚一起 坐来坐来坐 我们的赛物热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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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只太高兴了 孩子这张脸子拿起来 哈哈哈哈 别大人带孩子一块过来 一个特别好玩的六一二童节啊 嗯 感谢新雨晴 感谢我们的丧伯伯 小海峡啊 还小海峡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感谢志刚 孩子们今天表现得也特别的好 今天六一二童节 你们快乐吧 快乐 快乐 感谢现场 一个依然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六一二童节 快乐哟 太好了